歡迎大家收看 仙火爆爆 那...我們... 對 開始啦 我們是 仙火爆爆的幕後團隊 那這是... Merry 你們還要給他 喔 團隊有 走開 走開 這是我第一次登場 也是我最後一次登場 對啊 沒錯 觀眾又是我 胡毛 又是我 各位 好 那大家好 我是小龜 大家好 我是阿萍 那你們知道我們這次來 就主要就是來介紹這個 基隆的新景點 我跟你講我們這次呢 我們就來到這個潮淨公園 裡面有一個 基隆的水族館 它的本名叫 潮淨智能海洋廣 嗯? 海洋廣 海洋廣 這邊的特色應該就是 結合科技跟那個... 海洋生物啦 那等一下就跟著我們一起進去看看 裡面有什麼一些好玩的東西 好不好 那我們就走囉 OK GO 我覺得還蠻驚奇的是居然會有海龜出現 而且它是海龜靠在那個鏡頭前面還蠻明顯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畫面其實都蠻珍貴的 而且聽說就是他們自從就是在致力於 開始用這個保護保育的這個任務之後啊 然後他們這個生物的種類就越來越豐富 然後甚至呢 比之前過去還要再豐富八倍以上 我覺得在裡面很有那種 就是身歷其境的感覺 就是有一種沉浸式你知道嗎 我好像也在海裡面的這種感覺 那麼有那麼好機 如果你只有我 你說我覺得很漂亮 ニューチ 然後自己又睡了 PACK 我們嚇 어떤人 歡迎我們的評鄉 他是由我們的教育推廓人員 謝謝小貴 然後它主要就是在裡面會去幫大家做一些海洋生物的介紹 我覺得它講的超級專業 謝謝 那我們這一面牆它是可以互動的是不是 對對對 那草新鎮的海洋館其實有一些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其實我們就是會用一些展示科技的部分 那展示科技其實會有一些優點 就像大家其實對於動物保護概念其實越來越強 所以利用展示科技我們可以盡量減少一些生物需求量 可以直接告訴大家我們想要介紹的東西 那當然我們還是希望大家可以藉由自己的眼睛 看一下生物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所以也有這個用回禮生物所展示 所以會用虛實並行 那所以這一個是這個館比較特殊的地方 我只要這樣揮手 那因為這一邊主要是在講的是生物的 我如何衛裝來保護自己 所以你會看到它揮出來這個豆丁海馬 其實跟後方的這個海扇其實非常相似 對啊 就可以當初它們隱藏在環境當中不會被發現 對 這裡面有六種生物給大家的來做看看 謝謝 謝謝 這邊是水母區嘛對不對 然後這個水母它很漂亮耶 它有什麼特色嗎 水母你會看到它這樣子身體很柔軟 軟Q軟Q的樣子 這是因為它們的身體裡面其實還有大量的水分 大約90到95%以上 都會是水母 裡面這個啊 因為不是都會有一些青稻鋪什麼的嗎 裡面這個是沒有人親嗎 怎麼都這樣白白的 有一些遊客也會有一樣的疑問 好像說這個在發霉 怎麼都沒有親呢 它其實是水母的小寶寶 蛤 它是小寶寶嗎 對 它超小的耶 它很像頭皮屑 那其實水母它們在繁殖下一代的時候 其實不像是說大水母 直接生小水母的概念 它其實會有一些世代交替 就是形態上的一些轉變 那水母呢 我們一般看到的這個水母的形態 我們稱之為水母型時代 就是它們的瘦精卵 會變成輔浪幼蟲 然後就會固著在這種固形的東西上面 所以變成水形 那有適通的條件之後 它們會再分裂出來 就是我剛剛有看到一個水母 我覺得它長得特別不一樣 這個其實看不出來它會是水母耶 看起來反而有點像是 有人說好像海葵的感覺 那這種水母叫特殊的 大家可以看到的是它其實是倒過來的 它叫做倒立水母 它其實跟珊瑚有點類似 它這個倒立水母也是一樣的 它身體裡面也有共生存在 所以它躺在那邊 其實就是要吸取陽光 所以其實還蠻想當倒立水母的耶 因為可以 躺著轉 哈哈 如果海的深度一直往下的話 它裡面的那個步驟會一直在變化 就更多樣性 對對對其實是蠻酷的 我覺得一開始玩 你會覺得好像把他當湯姆球在玩 可是你玩到後面你仔細看 他後面其實有很多蠻多蠻有意義的 你會看到海的深度會有什麼聲音 而且我覺得遊戲的難度也蠻激重的 適合小朋友來玩 真的 其實蠻標準 其實很艱難 而且其實你在按那個泡泡發射的東西很療癒 對 可是我剛剛一開始不知道 我以為要一直按 沒有 我就覺得 我一直聽到那個長髮 沒有 我一直講說 考驗 考驗 有必的那個人怎麼做這麼激動 你還在打什麼派打雖然是嗎 我幹嘛 就跟他一樣會這樣 因為我幹嘛 對 我們剛剛有一個超級重大的發現 就是我們發現 這邊的算是鎮店之寶嗎 對 也是我們鎮館 就是這個海洋中心裡面的一個 鎮館之寶 我們中心裡面的一個老大 龍王雕 它目前其實是 你如果要看龍王雕的展示 其實目前只有在海科館的 潮濟智能海洋館的C區才可以看到它 而且它是一個 可以活很久的一個保育類的品種 它就叫蘇梅魚 拿破崙龍王雕 超漂亮 欸 它超美欸 它現在是瘋的 它是屬於一個會自然變成 它會變藍變泥的 那凱莉姐你說 你剛開始的通通它的時候 它是多大 它差不多這麼大 十幾年 它那時候才這麼大欸 對 欸 等一下 等一下 十幾年前 它已經十幾年了 對 對 我認識它已經十幾年了 它真的超美的 我真的很認真說 大家一定要來看一下這個龍王雕 登登 它是雀煞 你不覺得它長得超漂亮的嗎 它整身是白色的喔 因為它的基因的關係 所以它現在是白化 它還有另外一個稱號 就叫做幽靈火箭 火箭2喔 你可以在前面加 煞氣A 幽靈火箭 煞氣A 幽靈火箭 好 然後我再跟你們講一個東西 煞氣A 幽靈火箭 就這個 這個 這個 你們猜 這裡面是什麼魚 這裡面 你有看到魚嗎 沒有魚吧 我跟你講 就是它 它是石頭魚 認真嗎 真的 其實我覺得它很像 它長得超像那種三合礁 很像 就是有保護色 對對對 你知道我們今天下午要去哪裡嗎 前半六號 對 我跟你講 我帶你們看一下 活生生的前半長怎樣 就是長這樣 我覺得他們 感情好像都很好欸 因為他們都擠在一起 還是這是他們的生態關係 然後甚至這個呢 我懷疑它是卡住 出不來 他剛好有點生氣喔 幹嘛拍我 不要吵 欸 這真的很像卡住欸 啊 好耶 我們已經逛了我們的 潮進智能海洋館 它裡面其實很多那種魚啊 種類真的是很多 我剛剛這裡面看 哇 記不住欸 真的 就是它的講解真的是很仔細 真的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的話 其實它上面的 比如說不管是牌子 資訊卡 或者是說QRPO 那些 對 真的都很忙 那個魚都蠻活潑的 好 我覺得今天 讓我印象深刻的是 VR吧 因為其實 你去海洋館 你很難去遇到 有跟VR實際科技體驗結合的 對 那這邊有蠻多 我覺得就很適合帶小朋友來 嗯 就是小朋友來 也可以玩得開心 等一下家長可以恩愛 然後去看你 喔這樣子是嗎 對對對 喔 好 然後小朋友就管他 打包在壓那邊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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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四樓之後 它還會有一些那種茶館 就是例如說 你可以喝個咖啡啊 喝個茶 然後看個海這樣 那心情一定會超好的 有些人會看見你 對 中文字幕